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缓冲质量 真数错误码 版本号3.4.37 2018年7月21日15点01分57秒 播放流血0CED9621D91B9A441561768EAC53C48070201 本地日志点击下载 点击清除 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 抱前板球世界冠军宣布 赢得巴基斯坦大选 进逊 进选主板 进选主板 进选主打击腐败 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X-W-I-N-D-O-W-D-A-T-A-V-I-D-E-O-A-R-R-P-U-S-H-V-Z-0-0-R-T-Y-R-J-U-S-I-M-G-H-T-T-P-E-N-U-S-G-T-I-M-G-C-O-M-N-U-S-A-P-L-S-0-4-5-2-8-0-6-0-6-4-0-4-8-0-0-D-E-P-视频 抱歉挽球世界冠军宣布赢得巴基斯坦大选竞选主张反腐败 时程约1分39秒 北京时间7月26日 据美国彭博社报道 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候选人 前百球世界冠军伊莫兰汉宣称在大选中获胜 巴基斯坦在25日迎来5年一度的大选 大选投票于当地时间7月25日进行 初步选举结果原本预计在26日凌晨时许揭晓 后因技术问题导致开票进度落后 但巴基斯坦选址委员会秘书雅各不表示大选结果延后开票 并没有造成大选结果延后出炉的任何压力 本次大选将产生新的执政党或执政联盟 并在此基础上组建新一届政府 伊莫兰汉是正义运动党创始人 他曾经在1992年率领巴基斯坦板球队 获得板球世界杯冠军 是巴基斯坦人心目中的英雄 他的竞选主张包括白腐败 改善智力和推行教育 医疗改革等 伊莫兰汉在竞选宣言中表示 中巴经济走廊是巴基斯坦振兴经济 实现发展的黄金机遇 翻言 中巴基斯坦人心目中